哈喽哈喽大家好呀 这里是戴座戴总 正好在波斯猫出来的时候 打赢波国赛 一战被忘30天 前几天也是拿到了主播施加 由此出一些伊朗F14A波斯猫单机解析 1976年 巴列维王朝的伊朗处于美国阵营 与处于苏联阵营的伊拉克成敌对关系 伊拉克在苏联的支持下 获得了大量的素质战机 如米格25 米格23 米格21等 在共同利益叙事下 伊朗国王于1976年 向美国支付了20亿美元 美国向伊朗分两批出售了80架F14A 被伊朗帝国空军作为陆基拦截机使用 经过1979年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空军 及IRAF接管了这些F14A 因伊斯兰革命导致的政权更迭 美国与伊斯兰政权交捂 美国也迅速停止了对伊朗武器的供应 包括F14A的机体 导弹和维护装备 有意思的是 伊朗方面共接受了79架F14A 及只有一架飞机 仍在美国的本土 不过当年老美也是可以 除去伊朗人怕空中加油时 受油管盖子进进气道 所以把盖子去掉之外 伊朗的F14和老美海巡 自用的F14没有任何区别 1979年2月至1980年7月期间 一系列清醒和强制退役 导致该部队的战斗力锐减 埋下了RL-21F对两翼战争 也被称之为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准备不足的地雷 1980年9月22日下午 伊拉克突然对伊朗的八个主要空军基地和四个其他军事设施发动空袭 两翼战争正式打下 这完全出乎意料 在伊朗空军中引起震惊 在伊朗的仓皇撤离时 美国工程师趁机成功破坏了许多AIM-54A不死鳥导弹 这极大限制了F14A后来的发挥 由于零部件的缺乏 伊朗省州的F14成为了用一个少一个的宝贵玩意 伊朗空军也不得不从各种渠道走私F14的零件来维持飞机的正常运转 难搞的是 F14不杂且昂贵的后勤 本身是一大连美国的头疼的问题 对于当时没有自产逆强工程的伊朗更是雪上加霜 戏绝的是 伊斯兰政权的伊朗竟向以色列求购F14的零件 尽管双方的政府好像都不是很情愿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以色列向美国购买F14的零部件 再转销给伊朗 这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直到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民兵向以色列发射了火箭弹才断掉 由于缺乏远程武器及布斯尼奥导弹 伊朗使用F14A时不得不牺牲其最大的优势 被迫近距离攻击对手 对面的伊拉克人不断为自己的苏式飞机上远程防区外武器 这促使了四强九龄的诞生 这个放到后面专门讲 在1980到1988年的两一战争 以及第一次布斯湾战争期间 F14A多次承担起保卫伊朗本国空域的任务 不少时间是F14A中队作为伊朗仅有的在国际内的空军 独自承担守卫领空的重任 因为伊朗所有的148架F4和F5都被派往对伊拉克进行轰炸袭击 60架F14熊猫战斗机被紧急出动以保卫伊朗领空 以抵御伊拉克可能的报复 伊朗F14成功起动了两架伊拉克米格21和三架伊拉克米格23 下图是我找到了1982年至今伊朗空军的胜利战斗纪录 可以看到共164次的胜利中 共有91次成功的攻击是由F14造成的 这个战比达到了惊人的55.5% 其过半的防空攻击由F14创下 其中绝大多数的战绩由AIM-54A布森鸟创造 这还是在美国断供及工程师销毁之后 伊朗手里布森鸟数量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发生的 要是没有这些限制 两一战争中的F14A的上限不知道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2006年9月22日 美国海军退役了标志性的F14熊猫战斗机 现在伊朗空军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装备F14A的部队 2007年1月 美国国防部DOD宣布暂停生产销售F14的备用零件 因为担心这些零件会流入伊朗 然而2010年10月 伊朗空军司令称伊朗正在对其F14战斗机进行大修 并提到伊朗国产制造的雷达系统已安装在战斗机上 此外 2010年夏天 伊朗方面要求美国交付其在1974年购买的第80架F14 当然美国方面并未答应伊朗的要求 据迈赫尔通讯社MAR News Agency报道 F14战斗机的升级过程始于2017年2月 同年1月 改装后的战斗机已重新服役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空军 2121F的F14击队 根据2018年视频 Scary Iran Air Force Power 2018 2121F依然有24架F14在服役 但根据我查到的另一份资料 2024世界空军目录的数据显示 伊朗目前仍有41架F14在部队里 由于持续缺乏特定的航空电子设备组件 伊朗的F14击队分为两类 这个意思是试航 但没有可操作的ANAWG9雷达和5G系统 和这个意思是完全具备任务能力 其中大多数都有可操作的航空电子设备 被认为能够执行所有类型的防控任务 前飞机用于训练新飞行员 以及进行熟练程度训练 在战争情况下 他们作为配备通用炸弹和AIM-9 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的战斗轰炸机 发挥次要作用 仅跟时事 今年2024年4月14日左右 以色列导弹袭击了伊朗伊斯法汉空军基地 伊斯法汉空军基地 部署着伊朗乃至世界最后一批现役的F14A 卫星图上显示有6架裸露在寄宝外 像引用的视频标题一样 我们能够看到的可能活跃于战争上的猫猫越来越少 且看且珍惜 5倍思想90 这里的5倍是现实世界的 不是安东心的 知识上 除了M61A120毫米内置机炮 AM54不死鸟主动雷达制导远程空对空导弹 AM7马尔雪中程半主动雷达空对空导弹 和AM9侧位短程空对空导弹之外 伊朗熊猫还可装载自产的4强90 F490空对空导弹 和同时SERG BANT主动雷达空对空导弹 4强90由伊朗陆军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 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空军共同开发 2018年7月23日 伊朗国防部长阿米亚哈勒米准将在仪式上说 这种导弹是伊朗航空工业的专家和科学家突破封锁 立足本国技术能力的成果 我们在这里宣复 把奎尔奈提导弹生产线的完整性和生产水平 已经通过验收正式进入生产 这种导弹已在去年进行了成功的试射 目前伊朗空军发射4强9年的战斗机 依然只有F14 当然有小道消息称 伊朗本土的SERG双引擎战斗机 是部署这些导弹的主要候选者 尽管其有限的有效和载荷 意味着与F14的6枚相比 它不太可能部署超过两枚 有媒体称往往是西方媒体 思想90只是AM54A布斯鸟的逆弦工程 但很大一部分军事分析人称 思想90是用MIM-23因霍克地对空导弹改来的空载版本 当然这款地对空导弹也是老美的 感觉互联网上对思想90的具体改造信息较少 大多数只说都用地对空导弹改进而来 一开始伊朗也没打算将AWG9雷达和MIM-23因地对空导弹配合使用 因为事实证明这两个系统结合带来了许多问题 思想90直径达380毫米 长4米 重量在450千克到470千克之间 由于强劲的动力 能不强劲吗 地对空导弹改来的动力系统 其最大射程达到220公里 伊朗自己说是300千米 据传比原版的180千米大一点 最大拦截高度为24-30千米 最大速度达5马赫 现实中伊朗F14是能够携带6枚思想90的 其AWG9雷达能够使F14同时发射6枚思想90 SERGIO头10半主动雷达空对空导弹 于1988年4月正式投入使用 因音役 不文人士称为赛吉尔导弹 和思想90的音动力加不死鸟控制面引导头相反的事 投石是基于鹰的雷达上进行的改进 在伊朗方面宣称投石的成功后 伊朗开启了另一项弹药改进计划 伊朗用M117炸弹的前部替换了鹰的弹头 这一火箭弹被称之为亚西尔 关于这款硬核火箭弹的资料并不多 虽然也没什么技术方面非常重要的 这玩意就相当于把鹰的弹头换成了750磅铁炸弹吧 根据我所引用的澳大利亚军事空军历史馆的观点 从外观上看 这款火箭弹的唯一能够移动 表明亚西尔有一定追踪目标的能力 当然是存疑的 目前只能猜测其引导方式是雷达导引 波束导引还是手动控制 不仅是游戏里 在现实中 这款火箭弹也因精度极差而常遭飞水员诟病 来到战争为庭 伊朗F14A熊猫属于美国八级 是第二个八级活动赛区 与2024年Seek and Destroy 巡猎者版本的Persian Tongkat 波斯熊猫活动加入游戏中 2024年8月21日 主播率先拿到波斯猫试驾 2024年8月22日晚9点 应该是细腻时间 玩家打出第八个星后 可自用使用波斯猫 第一个八级活动赛区 是法国的幻影2000CS4 虽然两赛区看起来都是幻癖 但强度和知名度和待遇相差甚远 波斯猫所属美国空军科技署 虽然这玩意在现实当中属于美国海军 其权重为阶级历史权征12.3权重 陆力权重为11.7 其权重和老妹原版的F14A完全一致 而F14B则在各个模式高0.4 0.3个权重 由于是隐蔽属性高级活动赛区 其配件需要手打研发 经验和银食收益和银食赛区无益 且有跨级研发惩罚 只能无惩罚研发 七起到八起科技术 由于站内的F14A解析比较全 这个视频就着重讲波斯猫和原版猫A的数据对比 大伙想详细了解猫本体的话 可以一步至我那些up朋友的视频 这里给出大猫的基础数据和挂载等基本信息 游戏中F14A一朗波斯猫机体与原版完全一致 有两名飞行员使用双发普惠TF30发动机 系绳涛粪三菱 在12192米高度拥有最大速度2221千米每小时 最大使用升线为16764米 几倍划跑距离750米 几倍重量34吨 最大带起落架速度为518千米每小时 最大精益操作速度为416千米每小时 指示空速上显为10211555千米每小时 其他证明的数据 比如回转时间与实际严重步就不看了 其雷达为静点的AAAWG9雷达 其抗杂部能力强 对远距离迎头攻击进行的特化 横向搜索范围够宽 锁定敌人时可做稍大角度激动而不脱锁 雷达模式的种类我在后面的操作教程会讲 RWR比较实需要猜谜 满配可选择最空挂载为 主龙雷达弹远距 四项90和AAM54一部死鸟 半主龙雷达弹中矩 R27R1 AAM7E2格动型 同时 猴位弹近只有AAM9P 最优挂载为 次发四项90 加两发R27R1 加两发AAM9P 其中9P逐行携带 机泡弹连血的最空 枪法好的话 不用开弹道随时教会 开加力耗油较快 建议中大吐45分钟油左右 小吐35分钟油左右 共60发干扰弹 推荐30发热油 30发薄条 或40发热油 20发薄条 配备阻拦锁 配套装置 和空气制动器 即释放特殊精异 显著降低飞行速度 由于是海军飞机 故没有配备减速散 有可编后略意 这个后面操作的主要讲 来到数据对比 由于伊朗F14A和原本F14A 机体完全一致 或只对比思想90和AM54A 远距离 R2721和投石和AM7F 麻雀中距离 AM9P和AM9H 近距离 此Excel表格数据来源于 库萨的幽灵 非常感谢 链接我就放在警戒 根据图表 我们可以发现 四船90的纸面大部分数据 都比布死鳥差 包括质量过重 现实中没有这么重 纸面的总动力段稍短 触始层数小 飞行阻力稍大 制空时间短 自爆时间短 最大飞行距离短 最大过载小 回忆公交小 海险加速度小 爆炸物当量小的问题 但其依靠速度 一招遮摆丑 成为实战中 比布死鳥强得多的弹药 四船90是目前实质上 全游最快的空空导弹 别看纸面最大过载 只有15G 但其总冲相当大 在高速的价值下 末端机动比布死鳥好不少 在正式服务里 我们根据 仓石谷叶的数据 其推力可以达到 惊人的83,900牛 远超布死鳥的14,300牛 推重比来到了13.16 是布死鳥3.22的4.1倍左右 且其具备两段动力段 持续的增速 只四船90的末端速度 比布死鳥高得多 延迟也比布死鳥短 而更加灵活 比较重要的是 布死鳥的过载限制 随于发射时间逐步解除 而四船90是全程满过载 这样的特性 让四船90在中距离 也有杀截的可能 在现在的环境里 先把头筹极大概率 是四船90而不是布死鳥 所以从实际效率角度来讲 四发四船90 比六发布死鳥的杀截效率要高 论强度 波斯猫是大于原本大猫的 如果波斯猫按照网上说的那样 拿到六发四船90 且四船90还没有被砍的情况下 那这个结论就更加没有争议了 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截屏一个小表格 有朋友在贴吧里问了 能不能四船90和布死鳥 同时代打快门刀呢 答案是不现实也不建议 8L的答案比较详尽了 总结就是能快刀 解决就不用慢刀 有队友没有机会有慢刀 再就是可间隔发射四船90 手动创造慢刀等 半主动雷达方面 中距离作战效能 好 我先帮弹务问了 为什么不比头十的数据呢 直接给出结论 头十游戏中表现 是波斯猫所有半主动雷达战装中 最差的 其虽然是四船90的半主动版本 但实战的表现 弄得像烧火棍9B一样 再者 这玩意需要远距的引导 因为不能断连 为了让头十命中 要保持同一个姿势 十几二十公里 效率太体也太容易暴毙了 哦 写稿子的时候还漏了哟 AM71R直接查误此人 那你就没有做对比 经过比对 7F麻雀的速度和动力会强一些 且有两段动力段 但在反应 激动 毁伤方面 R27R1又强一些 稍微有篇幅 然后可以暂停看数据 黄外弹进程 9P不如9H 但不完全是烧火棍 有时近距离说说负难没有问题 9P的打法经验 根据铁巴老哥的建议就是 打低速目标是2.5公里 高速目标1.5公里 对地武器 除去常规的铁炸弹和16发阻力人之外 波斯猫的特色就是亚西亚火箭弹 这玩意还很有灵力听 亚西亚火箭弹的进度差到离谱 虽然对地妥 但这玩意居然有进炸 对地坠路都是的 消息来源于我们的UP主 近距离偷袭有奇效 我试了好多局打不出来一个很好的素材 因为机会比较少 加太重 加操作性不好 而且超级容易把自己崩死 只能这等活 不过听UP说这可能是一个bug 也要在观望观望 这应该是玩猫当导弹好作的必须条件 就是必须花一点时间学学操作 F14的使用 其雷达的使用 首先是按键设置 我会以为一个按键去讲 我会提按键的全名 大家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自由绑年纤维 当然我也会把我的纤维用括号的形式呈现出来 尽可能通俗的好理解 但可能不是很专业的去讲 打开游戏选项 空战设置 加入游戏后 自动开启记载雷达 和使用方形雷达显示器 一定要选择试 如果手操雷达不熟练 远距离锁不上敌人 就需要将空军雷达循环切换目标 和雷达天线持续浮衍打开 当然手操雷达上前更高 也不易锁到AI之类的不想锁到的目标 打开按键设置 空战 由于F14为可变后略异 手操机翼掠角 在近距离狗斗中作用很大 所以设置机翼掠角调节 改变模式 机翼掠角 按下掠角调节改变模式 变成半组的模式 掠角角度越大越接近百分之百 掠意越靠近机身 也就是机尾 一般在高速时使用 掠角角度越接近于零 掠角越张开 一般在低速狗斗绕圈时使用 发射空空导弹 武器锁定空对空 取消武器选择 切换副武器 当同时携带思想90 227R1AM9P时 游戏默认的空对空导弹是9P 这时需要按两下切换副武器 想导弹换至思想90 按取消武器选择 来回复默认 雷达 红外搜索跟踪系统 开关搜索 按这个剪可 开关雷达 后面会讲起作用 雷达 红外搜索跟踪系统 切换模式 按此按键 可切换不同的搜索模式 FLC共四种搜索模式 分别是进入游戏默认的SRC PD HDN DWS HDN SRC PDV HDN 和SRC 站内有非常优秀的up主朋友 专门讲了不同雷达模式的原理和区别 我这里就只提用法 大家想要更详细的了解 可以去看他们的视频 雷达 红外 换超视距 视距内模式 按一次这个键 可以切换成视距内搜索及格斗模式 FLC有两个视距内搜索模式 分别是ACM和ACM PD HDN 只有在SRC模式下 切换成视距内才是ACM 其余三种模式切换后 都是ACM PD HDN 雷达 红外搜索跟踪系统 切换搜索模式 通俗来讲 该按键是切换雷达横向搜索的范围 当然这个不太严谨 就是平行于我们电脑屏幕的面 三个SRC共有三个范围可切换 分别是宽中窄 DWS只有两个 利用UP主T5013的理论 在实战中用宽扫确定低级大致位置 再用窄扫跟踪引导 以提升命中率 雷达 红外搜索跟踪系统 切换显示器标尺 这个按键调雷达搜索距离 除去SRC PDV HDN是速度门无法调距离之外 其他模式都有10 19 37 93 185 370千米的档位 常用距离是93千米 当然还有默认的37千米 雷达 红外搜索跟踪系统 选择锁定对象 尤其在TWS模式里 已经锁定目标后 按此间可以不关雷达 拨换模式锁定其他目标 以同时发射引导盾面导弹 且TWS模式里不用按锁定目标键 雷达会自动扫描并锁定目标的 也就是下一个解雷达红外锁定目标 进入所需要的雷达模式后 如果不是视距内搜索 则除了TWS模式之外 按一下锁定目标 便可非常快的对敌人锁定 在导弹距离目标大于16千米时 必须要用TWS持续引导扫描 来让导弹修正弹道 否则导弹是依靠惯性去命中敌人 TWS扫描敌人时 敌人的RWR不会有锁定告警和导弹告警 如果雷达屏幕上敌人消失 则TWS托锁 即使重新锁定敌人 4190不能像R271R一样断线重连 而是使用惯性指导飞下目标 导弹距离小于16千米时 导弹的主动雷达开机 这时我们无需也无用继续持续雷达扫描敌人 导弹会根据最后一次雷达的指令 自己也会向敌人 此时敌人的RWR会出现锁定和导弹告警 来到保姆级实战流程教学 飞空出中大行徒 全程加力开局开启飞经翼 机头稍收向上抬起 关经翼 之后尽可能极小角度的去爬升 显示起飞后2到3秒 手动控制略移 接近100% 即是收视榜 平飞攒速度 其实左右都可以 但是我一般会选择稍微向右飞 也和对面高阶级距离相对 影响状态下 直到加速到1200千米每小时 也就是一马赫左右 所以一般情况下到0.9马赫 就要进行下一步操作了 快20度向上爬升 保证速度不怎么掉的情况下提升高度 提升到6千米到8千米左右 平飞达到战斗位置 在完成这一整个机动动作之间的时间 需要做以下几个操作 按切换服务器两下 将9P先换成227R1再换成4290 按下雷达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切换模式 使雷达模式从SRC PDHDN到TWS HDN 再按雷达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切换显示器标尺 使雷达的搜索距离从37千米到93千米 当然可以切换至SRC PD或者PDV去找敌人大致的方向 找到之后再换回TWS 确定需要锁定的几个敌人相距不是太远 可按雷达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切换搜索模式 来缩小雷达的扫描范围 增加扫描的频率 也就是俗称的窄扫 这样可以大大提高4相90的命中率 由于猫的雷达下水能力不足 故要像之前所说的那样 平飞达到作战位置之后 才能去准确的扫描并锁定敌人 住 远距离打4相90时 不要按锁定目标 也就是之前提到过 按了之后锁定框由虚线变成实线 此时只能锁定一名敌人 扫描到的敌人高阶距离时 370千米每小时到650千米每小时左右 距离在68千米到40千米时 就可以发射巨大的4相90了 将抽奖并对4相90相当信任 可以更远距离地发射 发射完一枚4相90后 要锁定第二个目标 需要按雷达红外搜索跟踪系统 选择锁定对象来切换 想要判断是否成功切换了目标 怕几枚导弹打到一人头上的话 看雷达上的数据显示才是最为准确的 敌人被扫描 是会显示一个半透明的十星绿色圆圈 有军则是半透明的一条横线 被我们雷达选择锁定 但是没有被我们所发射的导弹锁定时 会显示这样一个图像 它这个图像呢 就是中间一个圆圈 其他两边是竖的横杠 竖线 我们发射导弹之后 会有一条线连接雷达屏底部中心和敌人圆圈 所以我们挑没有连线的这个锁定的阶线去打 现在我们会发射了 如果判断射出去的思想90是什么状态呢 WYOW这个图就很直观 我们刚刚发射导弹之后呢 雷达上会是这样一个图像去显示 其中它会有内圈跟外圈 内圈指的是飞机雷达正在跟踪目标 并辅助引导的显示 而外圈指的是导弹导引头并没有发行目标的显示 其中那条我们之前说过的跟我们飞机的连线呢 它会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实线 一部分是虚线 那么我们呢 现在跟它的距离 有这样一段虚线指的就是导弹雷达并没有开机 而如果我们跟敌机者连线呢 只有这条实线 就指的是我们导弹的雷达 主动雷达已经开机了 从第一个图到现在这个图呢 它是指导弹正在飞下目标 距离过远 所以没有抗击 但是飞机雷达的所定是正常的 正在辅助引导导弹 但是第三个图呢 就指的是导弹现在目前是一群惯性飞行 但是由于我们缺失了实心的内圈 所以导弹的雷达 它既尚未开机 飞机的雷达也并没有锁定敌人 而这个图呢 显示的是导弹根据惯性飞行 导弹的雷达已经开机 但是导弹雷达尚未锁定 或者锁定失败 也就是如果显示的这个图 很大概率是没有办法命中敌人的 最后一个图呢 指的是导弹雷达已经开机 它没有了外圈 并且导弹的雷达已经完成锁定 这个时候如果对方的机动做的不完整 那么我们的导弹是有很大概率去命中敌人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接关雷达 也可以直接是做防御机动 比如说39 就不用管雷达了 就不用管导弹了 它引导的话 就尽可能引导到思想90快开机的时间 为了安全 尽早做39下高规律打波条 可以选择关闭雷达来防止给导弹错误的指令 就让思想90靠惯性指导飞 下高躲对面的不死鸟和思想90后 雷达切换至SRCPD模式 当然或者是PDV多普的速度搜索模式 理论探测的距离最远 但是我是PD多一些 要是敌人勾进 就按雷达红外切换超视距 视距内模式 切成ACMPDHDN 扩大搜索范围 按雷达红外搜索跟踪系统 切换搜索模式 锁定敌人之后 发射R27R1即可 进入格斗 靠手操掠翼E 9P和击炮 打完雷达 但不想格斗 也可以掉头敌空回家 这就是操作的基本流程 非空出中小型图 按照大搜的爬法 会来不及达到发射位置 因此达800速左右 就应该稍大小搜爬升 到6100米左右 平飞用TWS猛扫对面 距离会比大搜近 所以找机会近50千米 就可以快射了 小搜需要预留 中距离和近距离作战的反应时间 最好不谈引导 在距22千米时 就让4上90靠R1直飞 中性距离打法 就和大搜无异了 空出图 一开局 就25度到30度爬升到7千米 速度一马克左右 就差不多和对面距离 75千米皆低 这是可对高坚率率的高空目标 一般是同行经验爱慕 这个是我贴吧的老哥教的打法 戏戏 环境 由于极高的人气和目前版本不俗的性能 也就是巨大4390 波斯猫将于同行和同版的FLCFLCB竞争 这意味着猎人增多 猎物减少 加上猫出了这么久 会三九朵 波斯尿的负难和大脑也增加了 不仅猎人之间的内斗变得激烈 吃肉也越来越卷越来越难 这进一步压缩了波斯猫的环境 所以在波斯猫本体很强 目前版本又消消暴数 且思想九零比波斯鸟快得多的前提下 即使用起来比猫一舒服 会玩不难 但玩好难的情况 依然是在波斯猫身上出现了 和队友的猫比杀低效率 实际上你在比对思想九零 波斯鸟的理解 实际的把握 当然还有一部分的运气 非常主观的讲 波斯猫算是非常强的轮椅 但是一摇需要手摇 具体的指的是 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学习成本 在对局中 队友瞬间消失也是常有的事情 经济 波斯猫的研发系数为538 银食收益系数为480 最高维修费为12,670银食 根据存活时间计算的维修费 为1243银食每分 在8月23日本贴中午的观点 就是换句话来讲 大伙都比较看好波斯猫 作为热门且是空战 教育路战好打分 且每个星可用999银购买的 飞行比赛活动再举 也就是不大能开线的情况下 大伙又看到了292T72M2的例子 这玩意的保有量肯定是低不了的 虽然强度就是该阵一句话的事情 包括价格也是 但如果能够保证环境稳定 并且不堪 再加上近期有消息说 波斯猫能带的思想90 可能从4发增加到6发 波斯猫的近期最低点价格 不会太低 估计刚开始会高一点 大概在75到左右 或保守一点 过几天呢 大伙的兑换键时间到了 出货量的增加呢 大量增加 价格可能会稍微低一点点 再之后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中小幅的增长 最后趋于稳定 在进箱子之前 价格破百到不是大问题 由于打出兑换键的 75万分远超 干再去本体储蓄的时间 第九个清新箱子 也就是波斯猫的配件 官方呢 也是有意让大伙去自用 就我猜测 我的这个猜测会保守一点 所以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交易所还没有开放 我也是拿到了主播试驾 所做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所以波斯猫的强度呢 也是说变就变大 我就知道是听个乐子 我就不鼓励说 大家是囤还是自用 虽然我这个体内 造成不了什么影响 但是我个人的着见 还是提一下 炒货的 可以囤 Mailag打新的 可以花精英去补 想玩特色的 或没有本体猫的 或想收藏的 可以自用 无论是慢还是流呢 起码还是弄一个 这玩意的实用价值 和收藏价值都是有的 我个人大概率就是 自用一个囤一个 即使呢 我是现在是有 帮我也有毛病了 好 又有力 优点 一 机体在12.3不错 中高速机动优秀 二 刺发四项90 杀底效率极高 压制力强 直接改变了12.3空力环境 一招先持变天 强度同旋中T0 三 可同时攻击四名敌人 那当然要是有六发的 四项90就是六人 四 可编后略异 机动上前高 五 雷达性能在同旋中优秀 模式多样 六 所在环境里守最长 攻击敌人最早 进去或者最快 七 对空对地武器 皆被特色 八 具备高收藏价值 缺点 一 发动机处理偏差 加力很慢 二 做机动 吊锁严重 三 中进去的攻击手段 远不及远距离 近战乏力 四 干扰物较少 加你由著名的烧机 红哀弹老婆 生存性下降 五 手操后略异 难度较高 不熟悉 一把自己的翅膀折断 六 RWL拆单迷 对性能不友好 七 机体大 且依然 受准后 占地力锐减 八 同行过多 内疾严重 对面会堵 环境恶化 可靠技术操作性不足 九 雷达较为繁琐 有一定学习门槛 有很多的观点和启发 来源于其他的up主 朋友和网友 所有的引用 我都标明了处处 这里非常非常感谢 也就是这个视频 本质上 不仅是我一个人做的 也是大家一起做的 视频的结尾 我会列出reference list 非常非常谢谢我的老婆 我的老婆 也是帮我整理了 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也是收集了 很多其他up主的 视频当中 非常好的观点 在这里 就是我也要 对我老婆 表示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好的感谢 这就是 她写的 《为我哪个pdf》 我是Dazel Dazun 祝你早安 午安 晚安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